准备一个大汤盆,用两块青龙石把钢分成两半,把钢转到背面,在缝隙底部塞入生化棉,用发泡胶堵住缝隙上部,把钢转回正面,放入水泵水流条到最大,乌化仓画好位置去掉多余的,把乌化仓放到水泵上面,加入青石盖住水泵,用磨刷刷屏,放入干水苔,用镊子找屏,找个东西按紧水苔,加入吃玉土,用磨刷刷屏,找两块青龙石放在乌化仓两边,用骨架胶把所有石都固定在一起,用发泡胶做出河道 再点缀一块青龙石,修一座小桥,用骨架胶把桥和石头连接在一起,发泡胶半干时按出河道,撒上粗河沙,用骨架胶固定,放一颗狼尾爵,放一颗迷你椰子,放一颗芙芦桐,铺上提前准备好的短绒苔藓并处理好细节,找块生化棉放在乌化仓底部,把乌化器放进乌化仓,找一块青龙石盖在上面,用纯净水把苔藓喷透,钢底加入粗河沙,倒入纯净水,测试河道水流, 打开乌化器,找一个钓鱼的,完成